欢迎去看关键的许可 我们看到日本前统合幕僚长 颜奇茂 他在520的时候 参加赖金德总统的救治大典 参加完了以后 他没有马上回到日本 他在台湾参加很多的研讨会 而这些研讨会的画面 慢慢释出来了以后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原来在日本的想定里面 如果东亚真的发生战端的话 那不会是一个两岸的战端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战争呢 那是一个日本加美国加韩国 加上台湾 然后对付谁 对付中国俄罗斯跟北朝鲜 就是北韩的战争 也就是他不会只有一个一个国家 是整个集团军 会完全地卷入到这样的一个风暴里面 他特别提到说 那台湾跟日本在军事合作上面 怎么合作呢 在无人机以及AI上面 都是可能的领域 而这个时候你看到 日本现在就发展它的第六代战机 在发展第六代战机的时候 它的AI的系统 它的侦测系统 当然都是重中之重 而这个重中之重的关键 就跟台湾的技术有关 好 这一段里面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金平你好 保重大家平安 好 刚刚讲的是 没有想到日本前统合不了党 也就是他们的参谋总长 来到台湾参加520的旧事大典 颜奇梦没有马上回去 在台湾参加很多大学的研讨会 他居然在发生 东亚发生战争的时候 不是中国跟台湾 不是北韩跟那个所谓南韩 不是所谓的美国跟中国 他居然什么 他说是日本 美国 韩国 台湾 整个联盟要对付谁 对付中国 俄罗斯跟北朝鲜 对 没错 上日本前统合幕僚长颜奇帽 他的位置就相当于是 我们的参谋总长 前参谋总长 他退下来之后 他在台湾演讲什么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样一个概念 他在讲到亚洲爆发危机的时候 宝洁你还仔细看 这个图非常有意思 他们这个日本的想定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日本 美国 米就是美国 韩国 然后这个台 台还用不一样的颜色 VS 中国 路就是Russia Russia就是俄罗斯 还有北朝鲜 所以在日本的想定里面 一看开战就是 日本 美国 韩国 加台湾 对抗就是中国 俄罗斯跟北朝鲜 都会卷进来 那他就说呢 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他认为说 台湾跟日本要合作 合作什么呢 未来AI领域相关的 还有这个无人机 都是可能可以合作的领域 然后他还同时提到 他不是随便说说 因为他说他有来看 台湾非常多的工厂 他来看台湾工厂 台湾有些工厂 其实国防工业做得不错 有些是可以互相合作的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状况 所以他的前参谋总长 不但来台湾 参加就职典礼 不但到大学去参加研导会 他去参观我们的军工厂 对那参观之后呢 未来表示真的有可能会互相合作 那尤其是在AI领域这一块 因为我们到台湾是重要的 AI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源地嘛 这个我们的很多AI产品 都可以生产 尤其是AI对于日本 还有这个意大利 还有英国 他们在合作发展的 这个次世代的这个战机来说 相当相当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他们代号叫 GCAP的这个画面 这个其实呢 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他其实比较类似是美国的F35 这样一个状况 那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说他们未来会把 这个整合很多AI在这里面 根据他们目前的这个说法 是这样的 他们就说我们会这个新型雷达 他们搭载这个新型雷达里面来说 会收集传统雷达的1万倍的数据 然后1万倍数据进来之后 因为他的雷达的这个 这个含色范围更广况 而且我们讲说 这是日本的第六代战机 这个第六代战机里面 他的雷达是比他以前雷达多1万倍 1万倍好 那1万倍来说 当然他还可以接收其他人的这个资料过来 资料过来之后 然后透过AI来分析 然后也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飞机里面 可能需要有一个AI的这个处理器 然后分析完毕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跟飞行员说 我们现在要选择 因为你可能同时有非常多的 这个人家攻击你潜在目标 然后你就他会给你一个最佳选择方案 他就直接给你答案了啦 所以你就知道他就 未来他就可以知道说怎么 然后即使是你被这个侦测 隐形的能力的时候 他可以藉由收集到 所有敌方雷达这个状况 他可以找出一条 你可能被发现可能性最低的 所以就说他 其实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他透过AI的能力来说 让他整个战斗力是大幅的提升 而且我们讲在战场上要知己知彼 在这战场里面 从那影片可以看到说 当我这个第六代战机上去了以后 我们不是讲吗 我的雷达会比过去雷达多1万倍的数据 1万倍的数据不是敌方来的数据 连我半飞的无人机的数据 我也都在里面 所以我可以精准的看到什么 我可以精准看到说 我的这些AI无人机 面对对方的时候 我的优先攻守顺序 电脑会帮你给优先排列出来 所以你看他这个第六代战机在这边 那旁边有非常多的无人机 然后他会给他一些更新的information 然后他可以做最后的攻击决策 这是他们的想定范围 那这里面做法来说 除了日本的这个公司之外 日本看三菱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备宜系统 还有这个包括说意大利的公司 他们三个 然后他们说 所以是英国 日本 意大利 对 三个国家合作的 他们三个 那尤其是他里面最重要设计机体的 就是备宜公司 备宜公司来说 他们就说 我们要打造出相当于拥有500名副驾驶 支持飞行员的这个战斗机 所以就说 他们这里面来说 有500个人在支持你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战斗力一定会相当强 那目前为止来说 日本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武器输出的许可证 都已经批准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目前为止来说 AI领域来说 到底会怎么改变 这个未来空军的这个作战 你可以看 从这个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它的 未来有两个可能 就是无人机加AI 那这就是空八 空八目前为止在负责 就是无人机的 未来的载台的这个设计 欧洲版 那它就是这样 第一个它会先有 所以空八也可能 未来作为一个空中作战平台 我可以做空中的指挥所 而且我可以大量成为无人机的载台 对 你看它是这一台 这一台飞机来说 是在区域 防区域外干扰的这个飞机 它也是一台干扰机 然后从它 从它要去刺探敌寝中间 它防出无人机 那无人机再防出小无人机 所以变成无人机群在前面 无人机群在前面的时候呢 它当然就可以前面前方的 会先有这个干扰机 干扰前方的这个讯号 然后这些小的这个无人机呢 是在后面当成后背干扰 然后就一直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去侦测 所谓相关敌方的这个资讯嘛 那你看后面那一台有人机 那一台有这个螺旋桨是有人机 它一直在事序外 就是在攻击范围之外 然后就由这些无人机往前去侦测 那侦测后就把数据往后传 那往后传的话 宝杰当然 你被攻击的时候 那些无人机就可以被攻击 就被击毁 没关系嘛 至少没有人员的损失 甚至你敢攻击我 它可以诱敌 对甚至你攻击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什么位置 这些无人机呢 它会发射出飞弹去攻击这边 那你知道他们萤幕里面想 甚至我还可以用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舰载飞弹去攻击你啊 然后他们这样击中 把人机中的时候你用没有仔细看 他们击中那个地上那个防空飞弹 很像是萨姆400嘛 是喔 他们的假想敌 对 就是萨姆400 对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他们的想敌里面来说 就是未来有一个这个载胎 然后发射出去之后 无人机 无人机可以互相连接 在前方收集资讯之后 后方就可以开始进行做攻击的选择 我可以出动无人 我可以出动飞机去攻击你 无人机可以直接攻击你 甚至舰载飞弹就可以攻击你 这是未来的想定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方式 难怪刚刚讲的 日本的这个统合不了产 他跑到台湾来 要跟台湾合作 因为你如果没有雷达 你没有这些AI射扣 刚刚讲你根本不能打仗 他不是讲说有500个pilot co-pilot吗 也就是我在空中的时候 这我有随时会有我专属的副驾驶 提供给我战争所有该之要的资讯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未来真的是 整个空战领域里面来说 AI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 你资讯越多 你这个将对方击毁的可能性就越大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嘛 这个言其貌在这个地方之后 在台湾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日本的这个陆上自卫队的退役的 这个陆军的这个将领 叫渡边悦合 他也在这个地方 他们两个最近都参加台湾很多 这个防卫的这个相关的研讨会 然后他们两个讲什么呢 你看以这个言其貌就说 我们认为说台湾跟日本 AI无人机都是可能合作的这个领域 为什么 他就说了 因为这个尽管日本有反战的声音 但是不可能日本不会被攻击 存在威胁不止来自于中国 不止来自于北韩跟俄罗斯 对 北韩跟俄罗斯都有嘛 那他认为说现在日本的还不够 他说日本的战机要更多元化 数量还不够 炮弹也不够 所以炮弹某些部分来说 台湾或许可以帮成是他们的这个后辈的这个生产的地方 那言其貌就说嘛 我这次来台湾参观了台湾好几家的防卫企业 那发现台湾拥有很好的技术 台日防卫合作的领域很广 尤其是民间企业 所以他就讲 未来可以互相的合作 那甚至连这个他们的这个退役的这个陆将他说什么 他说呢 他希望台湾能够派员到乌克兰观察 乌克兰观察之后 因为乌克兰实际上就是这样作战的这个状况 因为他们现在把无人机 把这种统合系统用得出神入化了 对 所以他就说希望台湾能够派员到乌克兰去观察之后 因为乌克兰目前无人机已经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的战斗力 所以如果有他的实战经验 加上台湾的AI能力来说 那当然会很强嘛 所以这也是日本人很希望能够这个跟台湾合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而且言其棒还特别提到台积电 他特别提到台积电说 现在在熊北已经有两个厂了 那另外有一个厂 他居然说会在北海道 对 目前为止他说是这样子的 但是目前为止这个台积电的说法是说希望还在熊北 但是他说北海道 现见日本官方是希望他到北海道去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台日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说 真的是快速在提升之中 而且刚才讲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这两天不是到了新加坡去参加这个所谓的 香格里达会议吗 他当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亚洲的安全才是美国的安全 现在美国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印太军事工业系统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开始武装台湾了 武装台湾倒不如看这个画片 之前不是讲吗 那个镖枪飞弹 这个所谓的这个刺身飞弹 对 有没有看到 我当时我以前是在澎湖服役的 其实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澎湖其实是最关键的战场 现在澎湖现在澎防部 现在这个刺身飞弹 飙枪飞弹 已经都进去了 好姐这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都一直说 美国的这个用牌给我们母亲都delay 可是最近美国加快了这个速度 加快了速度的时候 为什么要加快速度 你看 这个奥斯丁出席香格里达会 他讲什么 他跟这个日本的防长 跟这个韩国防长在那边牵手 他说你知道 我知道你们常常看到我在这个区域 为什么 因为我担任国防部长之后 第十次来到这个地方访问 他说让我把话说清楚 只有亚洲安全了 美国才能安全 虽然他们重要的是什么 要尽快交付给 这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湾 武器 那交给台湾武器来说的话 原本我们就说 原本我们不是买29套 海马4吗 就目前为止 原本的18套是在2027年 就现在已经在2026年 就说我们可以交给 交给你的 然后另外一个包括说 42套的标枪飞弹 还有400枚的这个飞弹 今年3月初已经交了251枚 原先的速度要快51枚 然后年底的时候可以完全交装 所以研究 所以以前我们跟美国买东西 他都是延迟交货 现在不再是增加 还加快了 对加快 而且他现在有时候就像这个F-16 是直接从美国的国库 那个军库就直接拨给你 所以这样让人加快速度嘛 所以才会有这张照片嘛 这张照片是彭防部嘛 他们就发布说 我们在点这个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备 点一点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这个标枪飞弹吗 标枪 它满满的都是标枪飞弹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原来标枪飞弹也这么足 所以这某些程度也是告诉国人说 你看你们的武器到了 那同时之间当然说 老共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标枪飞弹 你最好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状况嘛 彭武其实非常矮 他是一个平地 来讲的他是一个义工难受 如果今天老共真的要打彭武 他最上面就是他的坦克大军 会冲上来 今天讲讲 如果你坦克大军来 我什么东西最重要 我的标枪飞弹最重要 所以你看彭防部已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甚至我们还释出了 标枪飞弹这个攻击的这个画面 所以目前为止 台湾的武器是开始源源不绝的来到 那除了这个台湾武器 源源不绝来到之后 我们知道之后不是要举行这个环泰军演吗 那环泰军演之后 这一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目 我们都不知道环泰军演 最后不是都会把船击沉吗 过去可能都是巡洋舰啊 或是驱逐舰 这次不一样 这次他们这个船已经停到这个 这个贸易 这个夏威夷这个地方了 准备要去这个未来的这个 欧湖岛这个地方 要去被击沉 那被击沉之后 他这一次派的是 这个塔拉瓦号 塔拉瓦号的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 事实上就是准航母嘛 那准航母 这吨位数非常大 吨位数非常大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吨位呢 他们就说 我们要收集了 宝贵的机会 这么大型的这个军舰 有效的怎么被击沉 然后击沉之后 所以他要炸航母 对 炸航母 那为什么要炸航母 保洁人家 查说万一如果真的跟中国作战的时候 我怎么去炸山东号 怎么去炸辽宁号嘛 因为那个吨位数 就是那样子的状况嘛 那我怎么把它击沉 所以你知道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在最后演习的过程里面 用什么飞弹 然后怎么把它击沉 击沉的时间到底是多少 这一次这些重要的数据 会是这一次 环泰军演非常重要 给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情报 好 因为我看到了 彭防部公布的这个照片 我眼睛一亮 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是飙枪飞弹 在俄国战场上非常清楚是 现在的飙枪飞弹 已经是对付坦克 最重要的武器 我写的是腰洞六炮排上 你现在正用到腰洞六炮 你根本没背乎啊 现在如果这个东西来讲 我们真的已经在进入备战 而且现在这个武器 真是来得又快又多了 这代表美国已经意识到了 其实美国从来没有什么 叫做2027这个概念 其实他认为什么时候 随时随地 习近平都有可能会动手 随时可能 对 所以他现在应该 赶快把台湾武装起来 所以这不是维言耸听 因为美国国会一直在盯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说 美国国防部里面也成立一个 由副部长 他组成一个小组 专门在盯什么 美国现在军备来讲的话 是不是到位 台湾所买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给台湾了 或是台湾已经还没有买的 而美国认为需要的 是不是已经在台湾出现 所以不要小看 所以他们很担心 台湾的装备太慢了 如果盆湖都已经有这些飞弹的话 是飞枪飞弹的话 那代表说台湾本岛已经也都 差不多已经都建构完成了 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讲奥斯汀 他这次在亚洲 他说这个亚洲安全 美国才会安全 那亚洲安全的核心在哪里 当然就是台湾 所以台湾的前线又在哪里 就是盆湖 所以盆湖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照片也是故意釋放出来的 其实告诉大家说 不然盆防部怎么改弄这个照片 对 因为你知道只要有一个美式武器出现 来讲的话 照片一出来 如果没有AIT同意 或是美国同意的话 这基本上我们的国防部都被骂的 所以今天代表说什么意思 就是已经表示美国愿意让大家知道说 这里台湾已经是除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外 美国已经在这里 已经有一些重武器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好的 刚刚讲的 现在日本他所谓的统合幕僚长 也就是他的前参谋中央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真的在台湾 不是说我只有参加就职典礼 我还参加了很多的研讨会 这边一个关键就是很多人来讨论 原来在日本的响地里面 东亚发生战争的时候 不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 那是不同的国家的集团军的对决 所以是日本 美国 韩国 台湾 对上中国 俄罗斯 加上北朝鲜 这才是日本真正的想法吗 对 言其茂这一号人物 你知道安倍晋三不是说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吗 这是他跟安倍晋三建议的 这是言其茂出的 其实就是他讲的 而他本身的 言其茂有这么重要 他本身来讲就是空军出身的 而且他在东海曾经也跟 中共的解放军的战机 曾经对峙过 所以其实他了解中共 他认为其实美国 日本 台湾的 空军的这个飞行员的素质 其实比解放军的素质还好 他说不是只有武器才是最好的 他认为中国造那个什么大量武器 其实没什么用 重要的是说飞行员的素质 到底怎么样 再一件事情 他既然下一个世代 第六代战机 要进入到一个AI AI来讲的话 当然台湾的GP是最重要啊 所以他这次来 其实你看到 520就职 结果他留到了5月底以后才走 他5月底才走 代表说他留了十几天 他到干嘛 他基本上到处去看嘛 那台湾到底哪些东西 可以跟日本来合作的 而且他在日本的讲话 其实你知道刚刚我提到了 既然安倍晋三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是他建议的 代表说他在自民党内的 这个有关国防胜策来讲的话 他讲话是有分量的 我现在看到我也吓一跳 他是F-15战斗机的飞行员 我们要讲F-15其实是 目前来讲是最强的战斗机 他是F-15的战斗机之外 就有100多次紧急起降 拦截 等于说我平常飞就算了 是你老公来了以后 我紧急起降 这样的紧急起降 居然有100多次 对虽然他退休 但是退而不休 你知道应该他本身来讲 大概在2015 16左右 他才离开这个自卫队 所以他跟美国之间的联系管道 他绝对一定非常畅通 所以对他来讲 他到台湾来 除了了解到台湾整个状态之外 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台日之间 怎么去协调 因为你知道美台之间 刚我提到的 美台之间已经差不多 是这样的模式 那台日之间 因为日本到最后台海有事的时候 怎么支援台湾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现在他在台湾来讲 提出这么相对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政府会非常重视他的一个电影 好 逸凤 我们来讲的 2024年是AI运用的一个元年 AI运用的元年 未来所有东西都会有AI 现在特别在战场上面 刚刚讲到的 你除了刚刚讲的 日本的第六代战机 你会有500个copilot 这500个你根本就是电脑 AI电脑 作为你的辅助使用 现在不是只有空军而已 现在美国发展 连陆军 连越野车 连坦克车 你现在所想到的东西 都有AI 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的重要性 会如此被突出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AI已经进入到战场了 DAPA它有新玩意了 DAPA每天都想一件新的花招 这是DAPA它现在做出来的 AI无人坦克机 这是无人坦克 对 过去来讲 乌二战争你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你暴衣暴二 不会一下就被打坏 但是呢 如果它从无人机 从上面往下打下去 你的人员受伤了 你一台暴衣暴二 你就没用了 所以呢 如果这样的人员受伤 我倒不如用这一台 你看前面的眼睛 绿绿的眼睛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AI正在运行当中 而且呢 运行的是相当的有顺序的 对啊对 这是无人驾驶 这无人驾驶 然后呢 它前面的绿灯 就是它的眼睛 只要是绿色就是OK的 然后呢 它可以自己用一个什么东西 自主的一个模拟木线 它可以自己这样子走 50公里 它可以先走一趟 然后呢 它用它的视线来看说 这个地方是有水洼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坑道 而这个东西 我的铝带 我过不过得去 过不去 我就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路线 绕过去 如果过得去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碾压过去 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有一组三个人 你就要瞭望 必须要有这个机长 你要有车长 要有车长 所有东西都要有 但是呢 不用 你只要AI之后呢 你把它放出去 它可以快速的扫弹降场 然后可以告诉回传说 所有的地形地貌 这个地方要怎么走 那除了这一台之外呢 DUPPER还有另外一台 测试无人AI越野车 第一个我刚刚看到 第一个它的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是 它的爬坡能力非常强 对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power 然后另外来讲 DUPPER它测试这无人AI越野车 也非常的厉害 过去来讲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员驾驶 而且它很吃它的经验 如果你经验不好 你在战场上 你中越野车 你可能就会翻车啦 可是过去来讲的话 你这些东西 你都必须要有人员上场 但是上场之后呢 如果被打到 那这台越野车又倒了 不用 DUPPER直接告诉你说 我给你看 无人越野车 它这个东西它可以 这个地表它是特别选一个 非常不平整的地方 让你看到它是左摇右晃 但是它最后都可以维持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你人员 你看到之后 然后你感应到之后呢 你才用你的大脑 告诉你的双手跟你的油门 我要怎么样去调整 不用 AI来讲 它是三个方向 一次定位 你当感受到它的路感回馈之后呢 它的油门 然后它的方向盘要怎么走 它是一次搞定 所以呢 它这个测试结果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AI跟过去来说的话 有大足的涨性 它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及时 你只要把它放出去 就可以上战场 而且呢 这是一台 大家想想看 如果在乌二战争的战场上面 我把这些全部都放出去 然后呢 在上面加了机枪 那会有多可怕 如果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用轻机枪 然后呢 加上鋁弹 然后AI 这个东西 已经在这美国陆军 尝试来使用了 把它直接放到战场上面 你先想看 过去来说的话 你这种AI的话 你必要什么 你侦查到之后呢 你后面要有个官兵 来决定我要不要trigger 我要不要扣下板机 但是现在不用 现在告诉你说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敌我便是 反正战场上面 只是敌人或是朋友 如果我知道说 哪些敌我便是的coding 是我们自己人 但其他人呢 就是敌人啊 上去之后呢 他可以自己找到 金属方块物 他把它设定 如果是有一个 有危险性的 你就会直接开箱打击 那个是他的把机 对 那个是他的把子 他的把子被打得稀巴烂了 而且他最厉害的是 过去来讲 我们要怎么样 要定额 然后呢 我们的车长 然后我们的炮手 要去瞄 现在不用 他在移动过程当中 可以迅速的停下来 迅速停下来之后呢 直接开枪 直接开炮 就看到哪里 就打到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 对陆军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的话 你要很多很多人员 很可能会造成损伤 现在不用 直接无人坦克 就直接来开炮 然后甚至来讲的话 还有一件更厉害的事情 他就像是乐高一样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战场 你这样脸压都是小case 你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来的话 我要进行来一个炮塔的变换 以前在过去要怎么样 我必须要回场 然后呢 你必须要把它吊起来 然后你必须要一分一秒的去调整 不用 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无人的机器 无人坦克车 他都是模组化 只要你在出场之前 你把这些东西搞定 搞清楚 你既然要清机枪 我也可以清机枪 我既然要中火炮 我也可以中火炮 而且呢 可以说是一瞬间就完成 这些东西 还像一个乐高 对 反正呢 这个东西只要按到战场上面 换完之后就出去 然后打完 打完就跑 回来之后呢 你再换另外一个东西 不管是清机枪 不管是火炮 对他们来讲 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这已经改变 整个战场上面的样貌了 而且在乌克兰的经验里面 刚刚讲 你不是战车要很厉害 你的战场维修要很厉害 像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乌克兰 透过德国的蓝金属 甚至很多的这个被品 他们现在都已经可以 在战场直接维修了 对 其实乌克战争来讲的话 你知道大规模的这种野战 有些时候呢 你的坦克只要受损之后 铝带如果被炸到 你可能就无法动场不得 然后呢 你要怎么办 你这个爆一爆二 都是德国的 跟他们这个乌克兰 他们原本舒适武器 根本就不相容 现在来说的话 不用再后送了 不用再遥远的送到哪里 罗马尼亚了 他们现在在战场上面 就把你撞了一个工厂 就这工厂之后呢 你过去来讲 你可能要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不用 你只要回来之后呢 我就帮你整备 这帮你换履带 换好之后呢 你可以马上回到战场上面 所以这个时间 从一个月两个月 变成一天两天 甚至呢可能快的话 当天可以来回 所以呢 这个东西来讲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乌克兰就是需要一个 限地整备 对 我们打仗打一打 我不可能打完 全部送回去吧 所以这是来因工厂的设备 来因工厂设备 有很多也都是自动化 都是机械化了 对 来因工厂现在来讲的话 你把这些炮弹 给自动化 机械化之后呢 它的量能 是可以开得非常非常大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它都是一个一个的生产线 当你需要155的榴弹炮 你需要很多的时候 我只要多开生产线就好了 我不用 像过去 我要招募人工 我只要把这些机器设备 就定位就可以弄出去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更厉害的事情 就是过去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拿 这个欧美西方的武器 可能很多地方弄不好 他们自己会想要去修 更惨 更惨 你修有时候可能你 你会后送再送回来就好 你一修就就坏掉了 现在来说到 他们可以视讯修理 甚至来讲 155榴弹炮的话 你可以用视讯 然后告诉你说 后勤人员 我现在要怎么弄 只要很多地方 你手工把那些撞针 稍微调整一下 就可以激发 有这一套之后呢 对他们来讲 战事是大有可为 对 当然中国也不要得意说 我们的这个军工产业 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的军工产业 还可以外销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 一件事情是 它的骁龙战机 似乎卖不掉了 而且巴基斯坦 本来是骁龙战机 最大的购入国 他说明白 我要卖掉 为什么 现在在巴基斯坦 居然有一架骁龙飞机 坠毁 坠毁了以后呢 大家都说没有 没有这回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骁龙也这个美国 中国厂商也说没有 结果反而是这个 弹射装备的英国厂商 说有 我们彻底保护了 为什么 原来骁龙战机的 电控设备 它的机械设备 是被质疑的 是的 这一款中国号称骁龙战机 它的英文简称是FC1 巴基斯坦是JF-17 所以又有人说是 中国出口海外版的 这个骁龙战机 那我现在就叫它JF-17好了 巴基斯坦空军 在6月5号的时候 有一架这个骁龙战机 JF-17突然坠毁 坠毁的原因 它的伊斯兰马巴德当局 它隐晦而不想去谈 没有这回事 结果这个消息后来 从英国传回来 英国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骁龙战机 它有很多零件 包括武器挂载的这个零件 都是来自于西方国家 其中呢 驾驶舱里面的这个飞官 飞行员在飞机要失事的时候 它的弹射座语 砰 弹射出去就是这个 它这个是英国武器制造商 马丁贝克所制造的 英国的厂商 结果呢 因为这一架骁龙战机呢 6月5号失事 没有人知道 巴基斯坦也都绝口不提 没想到呢 马丁贝克这一家 这个它的降落伞制造的厂商 竟然把它公布出来了 而且 它把巴基斯坦 本来发生的这件事情 伤势喜办 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说我们拯救了7723条人命 这7723包括这一次的骁龙战机 巴基斯坦的飞行员 成功跳伞逃生 所以7723是不是加1 巴基斯坦就加1啊 那当然巴基斯坦跟中国看到就很尴尬嘛 使用的巴基斯坦 还有制造的中国 都隐晦这件事情 结果 是被这个弹射装备给公布出来 而且他们的海报还放在了这个网路上 全球都看到了 而且各个武器制造商各个国家也都会去看 多了一个原来是在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那偏偏坠毁的是 那为什么坠毁呢 那为什么坠毁呢 就跟大家讲 它的这个发动机 还有它的这个武器系统 跟它的航电系统一直有问题 我先跟大家讲 骁龙战机 如果你看切一半的话 前面一半呢 是巴基斯坦他们的国防制造商做的 那后面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成飞公司 成都飞机公司 成飞就是那个歼20那一家的这个飞机制造厂商 应该很厉害啊 对应该很厉害啊 那还有包括机翼呢 跟尾翼是巴基斯坦 其他的地方就是中国的 还有包括航电系统跟武器挂载系统呢 所以中国可以说包括了三分之二以上 巴基斯坦就占了三分之一 但不管谁负责哪边啊 今天它对机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在航电系统 现在巴基斯坦 因为它不想讲 那英国它也没有特别去讲说 是出现哪些问题 但是一般专家研判 又是可能出在它的发动机问题 跟它的这个零件和它的电子零件 那是中国做的 对都是没有办法 都是中国的这个零件 没有办法补足 之前巴基斯坦买了很多的骁龙战机 现在他们想要把它给转卖 想要把它给清库存掉了 没有错 我先讲他们原来用的这个 是俄罗斯制的RD93的发动机 那后来呢 俄罗斯也有意说要把它抽回来 你怎么可以 他说中国你怎么可以直接这个给巴基斯坦 有没有经过我授权呢 后来呢 中国也跟俄罗斯为了这件事情谈了很久 果然本来中国说 那我帮巴基斯坦换这个WASAN-13 另外一型的发动机好了 可是巴基斯坦说算了啦不要了啦 都已经买了153架 全世界大概只有巴基斯坦 奈及利亚 那还有这个亚赛拜兰 以及缅甸这四个国家 有配这个买骁龙战机 都不多 巴基斯坦最多153架 缅甸买了16架 那这个亚赛拜兰 也大概买了这个6架 那你刚刚说 巴基斯坦想要转卖清库存 因为他自己恐怕都不要 而且他零件也越来越拿不到 缅甸的呢也是一样 缅甸也一样 缅甸买了16架 有11架不能飞 那只剩6 只剩5架 超过一半以上 他当然不爽啊 所以缅甸之前 他的这个军事领导人 他的军头啊 这个敏昂来 他就跟这个巴基斯坦 前总理谢里夫 还有跟他的这个参谋长 他的这个慕尼尔将军 表达不满说 你卖给我一堆破铜烂铁 我这样害我不能飞啊 那缅甸的退役空军飞行 也有讲 第一个 骁龙战机出现了 这个他的喷气式的飞机 结构的缺陷跟技术的问题 就是我刚讲 跟发动机有关系 那本来他是执行 这个空对空拦截 他也号称 可以多用途的第四代战斗机 可以对地面对海面 可以反舰反地轰炸等等 但是事实他说他开了之后呢 这些都不能操作 不能 不能操作 请问你那间挂那么多武器干嘛 那为什么拦截 为什么地面攻击 为什么轰炸呢 他本来号称有七个武器外挂点 机翼各两个 然后下面呢有四个 然后还有这个外挂油箱 下面有一个总共七个 可是如果他说了这些都不能挂的话 那你挂了一堆飞弹 结果发射不出去 那我能拦截什么 不能 那另外一个缅甸的退役空军飞行 他就说当飞机在承受重力的时候 他往上飞 他可能要飞到这个更高的这个高度的时候 他会受到压力 然后这个机翼啊会承受一些损坏 然后特别是翼尖跟武器挂在点 搞不好飞他还会掉下来 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承受重力的话 你看像那个 所以那我就不能做这个所谓的战术回转了 是 你甚至不能跟敌人进行空中的参战 都败格不行了 紧咬着对方 那你有可能还要担心 我的重力太大影响到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 我的武器会不会挂一挂 挂在点松脱 然后掉下来 那你这样怎么进行残勾啊 当他们的这个战斗机都消不出去的时候 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恐怕对他们想要外销出口 雪上加霜 好 会承 当然就是在战力上面 现在美国可以是天下无敌 可是美国现在有一张影片 在整个美国大红豆 他会想说 美国现在不是讲吗 左派更左 右派更右 而且左右两派对对方都不信任 而且左右两派恐怖在说 你如果做民调 他们都愿意用暴力来对付对方 所以他们想说 这个影片就是 美国的内战即将开始 而且美国很认真地去讨论 美国会有第二次的南北战争吗 所以这部电影叫做帝国浩劫 美国内战 那你想说 那个可能只是 就是一般电影会引起多大的回响 它引起的回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巴西 西班牙 比利时 芬兰 葡萄牙 包括台湾在内 都是拿到开片的冠军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会认为 大麦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 他讲的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 为什么 他是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他预期 就是美国总统 未来会违宪 会自行把任期延长到第三任 而且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 他下令去解散FBI 而且用无人机 去对付那一些不听话的活迷 那不是川普会干的事吗 你跟所有人想的一样 然后呢 假想就是川普 对 然后很可怕 他就讲到说 然后很多人就会 各地人民就会站起来接竿起义嘛 宣誓要推翻这个独裁总统 然后他还设定 加州跟德州会组成 所谓的西方力量 控制西北大部分的土地的新人民军 还有个佛罗里达 作为核心的佛罗里达的联盟 他们这两边的人会联合起来 然后呢前进华盛顿 跟总统展开最终决战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会觉得说 诶 这样讲一讲 我感觉真的呢 可是现在整个情况 只有美国人可以对付美国人 对 然后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里面电影有一幕 其实让大家心有戚戚烟 什么心有戚戚烟呢 就是记者就要去报导嘛 所以记者就闯进去的 那个人民兵的一个地方 结果那一个人民兵 国民兵就问他说 你是哪里人 他就说 我是记者 我是美国人 他就说你是哪一种美国人 就是说 哪一种美国人 对 你这意思就是 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然后呢就最倒霉的是那个摄影 那个摄影说我是香港人 他马上就被打死了 因为他以为他是中国来的 所以他就讲到说 这种感觉 已经不是说好像只是一部电影 大家会把它跟时事连结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确实 不是只有就是说这样情况 还有什么呢 现在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巧水创办人达里欧 他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的时候 他讲到什么 其实他讲的我觉得还蛮可怕 他说他有去分析过 包括荷兰跟大英帝国 这一个就是从胜到衰的这些国家 他们总共有六个期间 什么期间呢 一开始就是新秩序的开始 再来就是官僚制度的完善 再来就是非常的和平跟繁荣 再来就是支出跟债务 已经开始越来越过剩 支出债务 对 第五个就是整个财政 出现了恶化的现象 第六个你知道吗 会引发内战跟革命 所以他现在讲到说你知道他预测什么 美国现在在第五个阶段 所以换句话说美国只差一步 就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内战跟革命 究竟是不是内战或革命 事实上他也直接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讲到 他说不管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到底是川普获胜或者是拜登获胜 他会形成一个状况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共和党会被他的极右派给影响到 然后呢民主党也会被他的 里面的一个极左派给牵制 而极右派跟极左派 竟然现在目前调查起来 都有两成的人 他们说如果我们可以为了让国家更好 或者是让国家符合我的预期的方向发展 我不惜发动一些相关的武力抗争 所以你就知道这所有一切听起来 真的会让人觉得今年的选举结果 有关到美国会不会掀起相关的暴力行动 刚刚讲现在是AI的事态来历 AI的事态来历以后你未来 你如果不能见到这个领域影响会有多大 是有没有想法 如果你去看到NVIDIA的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 你看到它的主要的设施 它其实很多是跟医疗有关系 而且医疗日本就非常的在乎 日本本来就是机器人大国 现在日本的机器手臂已经不是在工厂 你现在看到这画片 它居然可以做这么细微的手术了 保罗哥 柯文哲有福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说 以前柯文哲就手拙嘛 反正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开刀 但我跟你讲 现在是连记者去到现场采访 都可以操作原本是要明一等级 非常精密的手术 为什么 因为仰赖了现在SONY的推出一台最精密的 我们讲手术操作器 我可以在玉米粒上缝线 当然喔 因为以前这个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 以前大家讲说 的确有达文系手术 但那个是远端操控嘛 就有点困难 很复杂 但它现在是直接透过这台机器 可以把人类的动作 缩小缩小到只剩下十分之一 保罗哥 你想看 原本是不是手会不会抖 对不对 那手抖如果拿刀抖 变成十分之一又变成什么样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你看现在在这个操作的 我们讲 这人员有些根本不是专业的医师 但他不只是可以干嘛 换刀 而且刀了之后你看到这么小的东西 然后呢他操作的时候 等于是我手动了很大一个幅度 但他只会有细微的波动 细微的幅度 所以变成是原本他们在玉米上干嘛 玉米够小了吧 结果他透过这种显微镜呢 看到的时候玉米会变得非常大 非常大之后他的操作的动作 还是很细微的 就可以透过这个动作干嘛 帮玉米缝线 所以他不只是所谓的 这个怎么讲开刀而已 他等于是把很细微的线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再把它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呢 再插过去 等于还可以在上面打一个结 可以做到这么精密的动作 所以我只要选一些基本动作就会了 对 宝刘哥 你看哦 他右方的那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 绿绿的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那个就是玉米粒 这么大一个玉米粒你还缝不好吗 这个 我跟你讲随便来的一般人哦 所以我在那个荧幕上面看到的玉米粒 是这么大粒 我可以把它缝到这么小的地方 对 那以前不能吗 因为为什么 以前是也可以看到这么大 但以前看到这么大 你知道手会抖 就是我手动的幅度 它在上面也会非常大 但它现在不是啊 我看到这么大的玉米粒 就你看哦 它动的幅度 整个倒是在 非常小 非常细微 它等于是把你的动作全部缩小 甚至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各位 血管这就夸张了 一般人讲 血管我们的确啦 手上的静脉是看得到 但你说它就缝血管 这么办法做到 来 就靠这台机器 你看哦 它可以动这么慢 慢慢细微来 往这个一针一线的 开始把你穿过去 穿过去那个血管的薄臂 血管壁这么薄 可以把它穿过去 然后呢 穿过之后呢 开始慢慢的把它缝到另外一边 缝到另外一边之后 再把它拉紧 你有没有看到 原本我们刚才肉眼可见哦 那么小的一个钳子哦 那么小的一个夹缝 结果现在在萤幕前 变这么大的一个钳子 它在红血管 对 血管你看哦 它整个全程操作一看 来 就这样 直接真的把它缝起来了 而且我们刚才讲 这个科技哦 现在才刚上市而已 未来可能会造成 我们讲对一界的改变轰动 连柯文哲都有办法动刀了 好不好 柯文哲如果以后 政堂混不下去 可以退休当医生 开刀他也没问题了 连柯文哲都可以 而且不只这样 其实现在真的 已经有开始 上市的作品了 为什么 穿奇中工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 这个Sony嘛 穿奇中工呢 就你各位现在看到这台 这什么 它一样是在对腹部的手术 因为腹部我们大家知道 腹腔里面有什么 有肾脏啊 有肝脏啊 有非常多的这种器官啊 那以前动这种手术的时候呢 都很复杂很麻烦 那变成是说 未来只要透过这些呢 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不会有什么粗血 也不会有什么大状况 就你各位现在看到了 没有 全部都变得非常的细微 然后一针一线 缝得很仔细 那你仔细看他左边 看那张图了没有 他的手机动很快哦 动很快 但你看哦 到了整个怎么讲 器官在所谓的缝合的时候 变得非常小 所以这件事是科技的进步呢 而且各位 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叫做人为操作 但宝希哥 如果把AI加进来会怎么样 他自己说对嘛 把AI加进来会 各位啊 这会改变整个世界 第一个AI可以去辅助你的动刀 再第二个 我们动刀之前 你好歹要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吧 肿瘤出在哪里吧 哪里需要开刀吧 来 这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画面 以前的超音波看的是这样 但不好意思 透过AI之后 我们可以清楚变成什么 3D立体图像 你看哦 颜色出现了 它会开始翻转 翻转变成什么 不对哦 平面图本来的 梦梦梦梦 现在直接变得跟你立体知道说 哦 原来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肾脏 我的心脏 他的位置在哪里 我可以知道他的肿瘤长在哪里 他的切面在哪里 甚至更厉害是什么 来各位 NVIDIA大神又出现了 NVIDIA现在出现就是叫做Clara Clara可以干嘛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CT CT那个时候呢 一样嘛 那个影像就是你各位看到的 你是不是很清楚啊 你要是去找肿瘤 找一些问题点 找不出来 他现在可以讲没有 我颜色 我的器官 我到底心脏在哪里 肾脏在哪里 肝脏在哪里 我通通把你标示清楚 那请问一下 透过这样3D立体的图像画 他是不是就可以精准定位到说 一看 哦 就是外行人肉眼看 也知道说 哪里出的问题 而且不要忘了 AI现在也可以帮你辨识说 哪一个地方是肿瘤 哪一个地方出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变得是定位并真 我可以更清楚 定位并照 我可以更清楚 而且动刀呢 我甚至也可以更加精准 但更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这都是器官 他们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 来 NVIDIA又来了 AI 他可以连你的大脑 各位 我们以前讲 大脑做这种电脑断层扫描 看的东西 虽然说已经可以判断了 但也不够清楚 他未来可以干嘛 直接把大脑立体化 识别化 等于说你看 你看 现在直接把这个大脑图像 看到说 我就知道 你这个脑部哪里有病变啊 哪里有什么状况啊 我要怎么去开刀 我要怎么切入 而且 你知道这个最特别是在哪里吗 因为以前是平面 对不对 那未来如果大脑可以3D立体的时候 过去大脑手术最困难 这也是我操作的路径 就是说 我今天动刀之后 对不对 我要进入到那个换区 我要寻什么管道 寻什么路线 然后不会伤害到原来的神机 对嘛 那你会 你这个以前平面很难判断啊 都要仰赖医生啊 那未来这种虚拟大脑这种 AI会自动帮你算出来说 怎么样的动刀 怎么样的最佳化路径 再配合我们刚才讲的 如此细微的手术 他分身是一根 像是吸管 是比吸管还细的 只要深入进去 所以未来就连大脑的病变 以前都是医生最头痛的问题 就是我知道病灶 但我没有办法动刀 我没有办法处理 可能连大脑的病变 都会变成是科医解决的医疗方案 好 你说这一切的变化都跟NVIDIA有关 我们之前讲的NVIDIA的超级电脑 在台湾要剩两台 搞不好以后也还有三台 那这到底有多重要是 原来它的判读 它的整个的虚拟重建 都跟医疗至关重要 所以你如果跟NVIDIA结合 为什么大家晓得台湾的医疗 会有一个新的春天 就是跟它有关系的 对 没错 事实上这次NVIDIA来台湾的时候 台湿集团都有出席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长庚集团 已经跟这个NVIDIA 有在做相关的合作 那未来来说的话 这个包括像日本 或者说美国 目前为止都有很多医学单位 跟NVIDIA在互相合作 那合作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来说 以最大的范围来说 他们目前是在 新药的这个开发上面 什么叫新药开发上面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这一次在遇到这个COVID-19的时候 不是 大家都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找药 来这个解决 这个我们开发出一个 可能的药的时候 我们倒要做人体试验 可能从一期 二期 三期这样临床试验 然后久后左右 还有可能失败 像这一次其实 我们很多这个新药 其实他们开发出来来说 以未来的这个认证来说 搞不好是失败的 但是没办法 一定要让它上 所以就变成是说 你未来的新药开发 就可能免除掉 你失败的可能性 怎么叫免除 像他们现在来是尝试的 把很多新药 我就建立这个NVIDIA的模型 我去模拟 模拟来说的话 可能会成功的 我去把它拿来 真的做人体实验 那后续证明说 真的会成功 也就是说 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未来很多新药的开发 成本会越来越低 而且他想到 基因检测更厉害 对 没错 然后另外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可以找现有的药 你有没有 其实在这一次的COVID-19的时候 日本很多款 这个COVID-19的药 他们其实是用AI找出来的 就是他从人类目前为止 现有的药 可能跟目前为止 可以这个COVID-19 症状符合的药 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 AI的实验之后 证明说它有效 然后就可以让它用了 另外就是基因检测 基因检测里面来说 因为我们到人体的基因 是相当的这个微妙 那我透过这个基因检测 可以早期发现非常多病症 特别是说现在 像AI来说的话 如果现在这个一般来说 在看这个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知道糖尿病 很难早期发现 现在用什么发现呢 现在它AI的方式 所以直接去看你的眼睛 看眼睛 对 为什么看眼睛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 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会糖尿病的时候 其实你眼睛都会先开始不好 你的黄半部 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颜色比较淡化 或者比较不一样的现象 这些人类其实很难看出来 那人类很难看出来 但是你透过AI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AI可以把它看得非常仔细 可以放大到无限大的状况 所以才说现在未来AI很多东西 都会改变我们未来的 这个人体的健康 所以为什么黄仁勋呢 他认为说这个整个AI 市值有到100兆 因为事实上100兆里面 除了工厂 除了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的人类的 这个所谓的 一般的日常使用之外 还有医疗的使用 这都是非常大的商机所在 我们知道 当中国在2000年 进到WTO的时候 它是积极地进到的这个世界 也积极地进到这个世界市场里面 结果没有想到 美国开始封锁 而且欧洲现在跟中国也是 渐行渐远 连欧洲今天都对于中国的汽车 寄出了38%的关税 这38%是底部 你还可能往上冲 代表现在大家都把小院高墙 组起来了 这个高墙都要把中国给阻隔在外 那阻隔在外 这张照片竟然在中国 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 他们现在就首届北京CPT的 一个跨国公司也就是做一个商业中心的一个讨论 结果都是吧 都是一些非欧美的人士来 所以非欧美的人士来以后 他们这样就怎么讲 他说现在中国把世界500强给赶走了 结果把500强给招来了 是 因为这样讲的当然是会比较直接 但他们简单讲的意思就是说 哇塞 怎么这一次我们的北京首届CPT 也就是商业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相关的跨国企业的 商讨大会 来了几 他们是说有大概三万六万人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么多 但简单来讲一半 竟然都是非常有色的一个人种 他们就想到说 怎么跟以往 欧洲 美国这些 那些感觉不太一样 现在就变成 非洲的好兄弟 全部都来了 反而是那一种 美国欧洲都没有了 几乎都没有 而且连亚洲都变少了 那有的人就讲到说 所以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国 是中国跟世界的连结 居然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更重要的是 现在中国经济恶化的这个数字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讲 工作到一半 老板跑掉了 甚至房子才买 刚交屋 不是 刚把钱交出去 这个所谓的建商就跑掉了 对 现在真的很夸张 而且他们现在揭露出来的光是五月 大财源 你知道这大财源不是说一般的企业导 中小企业导 每一家讲出来你都是听过 而且是各个领域 你就觉得很可怕 包括是哪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他五月就说 他们员工要少多少人 少一万四千人 光是阿里巴巴要少了员工 一万四千人 他至少应该也都是 到大概10%左右的一个水准 再来是联想 联想竟然也要砍掉七千五百人 所以你就发现他们现在砍 不是是说我可能是太弱福强 我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适任的淘汰掉而已 不是 大公司都砍 他几乎是把几乎是总部 或者是说大规模的一个裁员 还有包括 所以说阿里巴巴一万四千人 我们看到了联想七千五百人 你看到了京东一点二万人 理想其实也砍了五千六百人 我跟你讲 你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大企业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连大润发 你知道像总大润发 如果大规模裁员就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着人民没有钱 因为大润发就买卖一些 大家的生活物资 所以你连人民都没有钱 大润发砍多少人 他竟然也砍了两万人 大润发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说他亏了大概有72亿的台币 这么多一个情况 所以他一下子想说 这没有办法 我们光去年这样子一关店 关了二十家 一口气关了二十家的大润发 还好我们台湾这个部分 之前那个一个浪杠 那个润太起来先浪杠 比较快 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 是深圳有一个老牌的房企 他在干嘛 突然老板在无欲眼上 在自己的豪宅说 我不干了 这真的非常荒谬 他就想到说 这个三小时之内 把整家公司的人全部都裁员掉 那为什么全部都裁员掉 因为呢 他那个人家买房子嘛 他有一些前期款 他收了 然后呢 你以为有一些房子 就是人家供应商要来给你要 盖了房子盖了一些啊 要来给你要供应商 不好意思 我们整家公司倒了 所以让你完全找不到供应商 就完全找不到人 没有办法继续去要这个钱 虽然我们都讲到说 这也太荒谬了吧 你所有应该签的单 你所有应该要付的款 现在竟然全部都浪杠掉 完全找不到任何来 整间公司 你就看到他现在什么 有水杯啊 各个东西 代表着其实就是一身另一项 整间公司都跑了 让这些供应商 完全一毛钱都收不到 以前我们看到柯建平的吧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下 到底他根本无所委屈 可是今天人家问他一些问题 他说你不要来为难我 连他都不敢讲话 为什么呢 原来他之前在脸书的时候 说他去看了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就提了三个建议 三个建议跟他讲 党内同志不分派系 要坚定支持赖静德总统 党内的同仁要高度团结 共同承担责任 与左荣泰行政院长并肩坐在 还有加强深化跟公民团体 跟社会年轻人的对话跟合作 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突然 他就把他删掉了 删掉之后有人讲 赖总统不高兴了 当然了 保雷哥怎么会没问题 问题可大了 因为现在柯建民跟他的难兄 难弟皇国上面 都有一趟的路径 就是说可能已经快要走绝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首先讲 柯建民是不是在立法院掀起 我们讲的朝野对立的第一人 他是PATION ZERO 如果没有他朝野之间 那没有办法掀起现在的风暴 但我平心而论 你如果以赖青的角度 如果你赖青的立场 柯建民真的有做什么 有建树的事情吗 没有 那当然没有嘛 我问一下 就是他把一锅粥给端翻的 端翻了 然后赖青的总统来帮他收烂摊 不相信是我还举例给你听 请问一下现在国会改革国法 是不是出去了 出去之后是不是要提复议 那提复议是谁做的动作 卓榮泰嘛 卓榮泰是谁要求他做这个动作 赖青的嘛 那请问复议案在立法院会不会过关 当然不会嘛 这赖野党绝对是给你推翻的嘛 拒绝你的复议案嘛 对不对 而且柯文哲已经表态了 那回过头来请问一下 视线的确可以解决这个麻烦 但请问一下视线是谁要负责的 当然是赖青的啊 是赖青的要帮你柯建民收烂摊耶 可是我觉得他很尴尬的是 你视线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对民进党来讲都是伤害 对嘛 那这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雨萱可是有青鸟行动 来 青鸟行动 请问一下青鸟是谁发起的 也是赖青的啊 是赖青的动员他的民进党中央 以及他的旁边的我们讲的社运团体 好不容易弄起来的氛围 你仔细想想哦 柯建民感觉每天在立法院那边 叫嚣叫得很厉害 但是事实上他都是绑赖青的 找了一些大麻烦嘛 这一届的柯建民变什么了 老战狼 他变老战狼 今天还在吵架 每天在生气 今天又跟黄国昌吵架 说人家被叫什么 谁跟你插话吗 然后两边又在那边大打出手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柯建民这时候会转头 跑去找蔡英文 代表他跟赖青的 已经死路一条毛布啊嘛 他才会跑去找蔡英文取暖嘛 去寻求他的意见 而且还把他写在脸书上 原本想干嘛 喂 侠天子一致中 而且还是前天子 侠在蔡英文说 喂 努金对了 你妈给我重视一下 哦 我重招呢 结果没有想到 偷积不着18米 为什么 因为你触犯到天子的容颜了嘛 赖青的已经雷霆之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